从一念孝亲之心发展出众生度尽方正菩提的悲愿 这是地藏菩萨的大孝大愿 地藏经是佛陀涅槃前为了报答母恩 特立上身道立天为母亲修法 并举扬地藏菩萨过去身为婆门女光木女时 为了救拔堕路恶道的母亲 发愿度脱一切苦难的众生 从一念孝亲之心发展出众生度尽方正菩提 地狱不空事不成佛的大愿 如此横遍十方度人重于自度的大孝与大愿 可以说是大圣行者的修行典范 我们谈到这个受持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 很多人都在传说 自己在家里不能持送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 事实上我们学佛要依法为师 师父出家将近四十年了 三十多年 我没有看到过任何一部经典说 不能在家里送地藏菩萨 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有些人他可能他的功德力 或者他的累事因缘 他在家里如果送慈地藏菩萨会影响到慈场跟空间 如果是这样的体质 那表示这个人不适合在家送地藏菩萨 那不能说大家都不能在家里送地藏菩萨 那我们谈到如果是这样体质的人 他应该在家里多持送金刚经或者普门品 为什么呢 因为金刚经是佛陀经典里面的大菠蕾布 菠蕾代表智慧 今天在这个世间 我们只要能够拥有智慧 一切世间的困难都可以得到决绝 深入地藏菩萨的心地法门 转化自己的生命向度 才能真正为友情众生 献上超越时空的祝福 时邦新闻记者 蓝伊荣台北采访报道